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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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讲并诸菩萨莫荷萨 这里要列出进一步的菩萨弟子 以表明这个净土法门 不但是小城 二城人应该回心向净土 大城的菩萨也不敢侵视此经 同样是当机者 那么在此更表明说净土法门 因为菩萨宗有时候现在在家 有时候现在出家 在家相居多 那么说明在在家弟子上 净土法门的的确确也是更为亲切 所以我们来看 并诸菩萨莫荷萨 菩萨大家都知道是绝有情的意思 又叫大道心众生 不但自立 还同时可以立他 那么这里讲到莫荷萨 莫荷萨是大的意思 翻译成汉语是大的意思 不但他修的信心大 解的毅力广 而且从他的发心 发菩提心上来 为度一切纵神无边 试愿度 那么正的是究竟的佛果 修的是六度万行 最后走的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大道 所以从这种种的方面来讲 法华经典讲到 有六方面全部是讲到 他的大的内涵 所以我们这里所列的 全是等觉菩萨 来听这个净土法门 也印证了什么 净土法门常说的 只有佛与佛才能究竟明了 等觉菩萨什么 只能知其少缝 还要这里随顺着佛语来听 不说阿弥陀经 首位 接下来我们看是文书施利 法王子 阿异多菩萨 前陀何提菩萨 常经敬菩萨 如是等诸大菩萨 这段经文 文书施利 是华严经中的上手菩萨 在我们四大名山居首的五台山 是他的印花道场 所以文书菩萨也是常被我们所最相应的一宗菩萨 一般都是欺着一个青毛狮子 手柄一把利剑 表薄弱之剑 砍断纵神的一切烦恼 一切无名妄想 这样 那么我们在讲《药师经》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文书菩萨 他是印度一个长者 叫梵德长者的儿子 那么在经典中 被称为是过去的七佛之师 又叫曼书施利 汉语为妙德 妙吉祥等等 那么文书菩萨在这里代表 就是我们常说的智慧第一 在经典里面 不论给他授机也罢 特别是他降生的时候 就带来了十种的瑞相 等等 在我们上一次 也有详细的讲解 参考一下 讲到《药师经》的时候 这里就不细讲了 过去世叫做龙总尊王如来 七佛之师 现在在北方的欢喜世界 成佛叫做宝吉如来 文书菩萨为什么说叫法王子 我们这里要了解一下 大家我们常说的人王法王 人王 王是什么意思 虽然说三个横一竖 大家都认得这个字 但是在诀文角字里面 王叫什么 叫做自在意 就是说与人自在 那么叫做人王 所以你看我们古代的皇帝 整个说四海之内莫非这个什么王土 所有的这个莫非属于皇帝 所有 他对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操纵的大权 所以说他与人自在 可以说随心所欲 这是属于人王 那么法王呢 就是与法自在 佛称之为法王 法王子就是替佛去什么呀 转法龙 接受佛灌顶 而且要少龙佛位的佛弟子 称为法王子 所以这里叫文书失利 法王子说明什么呀 所有佛的弟子宗 文书菩萨特别是在智慧上排名第一 所以这里叫法王子自在 于法自在 那么为什么叫文书菩萨特正的这个地步 我们叫做等觉菩萨呢 又叫灌顶地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在菩萨的这个地位位次里边呀 菩萨有十柱位和十地位 十柱位的时候称之为灌顶柱 十地位的时候称之为灌顶地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云地 在古代的印度 如果是帝王或者是继位 或者成立太子的时候 一定有一种仪式叫做灌顶 这个国家的国师呢 以这个四大海水灌起头顶来表示祝福 那么同样因为我们的佛法呢 发源于印度 在菩萨所证的位次上呢 也就延续了世间的这种表法 说有一种位叫做灌顶地 又叫法云地 当这个身位的菩萨 法身大事开始破无名 显这个中道空义的时候呢 到第九地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要进入第十地法云地的时候呢 佛就以什么呀 以这个治水来灌菩萨顶 不是我们有学过 印尊法师写的最简单的一个成佛之道里面呢 也写过这个 以什么呀 受法云之将来成佛做证明 所以呢 这里呢 也叫做受之灌顶 在佛门里面 我们讲到灌顶的时候 特别是密宗 他对于灌顶的这个 这个 总类呀 或者等等 还是有一些差别像的 那一般我们去见这个上师 或者是康复呀 等等 他们的这样的一种 加持呀 给摸摸顶呀 这都属于什么呀 叫做结缘灌顶 好多我们同修以为说 手摸一下 自己就 有时候这个 在教理上不通 就以为说自己到了什么位 什么地等等 这都属于就是说 有点夸大了 一般手摸一下 这叫结缘灌顶 那么你真正随着上师去学法 那么他有仪轨呢 这叫这个学法灌顶 你学到一定的地步 家行也修圆满了 乃至对于这个法的修的这个修正上面 有一定的位置被上师关到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给你 再来一个 这个有时候叫传法灌顶 所以传法有内有外 有深有浅 有通有别 这个呢 我们还是有一个了解 那么这里的法王子的这个植住位呢 就叫受制灌顶 佛在意智慧水什么呀 在九地菩萨的时候 进入法院地的时候 会给他举行这样的仪式 文书菩萨呢 这里就叫做法王子 因为他受过佛的这个智慧灌顶 智慧第一 每一场法会 特别就释迦摩尼佛这一次事先来讲了 每一场法会 每一部讲经 每一部经典都有什么呀 文书菩萨在现场 这是一个甚深的因缘 这说明过去文书菩萨生生世世 追随释迦摩尼佛为清教师 你看每一场法会 每一部经典跟阿南一样 以这个菩萨生位列其中 那么讲到灌顶呢 我们说佛说阿弥陀西 念佛就是大灌顶 诸位看到这个 为一切诸佛之所互念 大悲互念 这难道不是灌顶吗 我们常说一念相应就一念佛 有一个众生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 就有一念念一念阿弥陀佛 就有一阿弥陀佛谢 有一个众生念念念阿弥陀佛 就念念有阿弥陀佛什么呀 来给他互念灌顶 有众众生所有的同修道友 在一个道场里面 大家一口同声念念念阿弥陀佛 念念清净 念念感应 这就是什么圆满究竟的灌顶 这也是一个甚深的法义 我们在讲到灌顶法王子的时候 我们念一身佛 其实就是当一念的法王子 念念阿弥陀佛 念念相续做法王子的资格 一旦因缘果报成熟成就 往生到极乐世界入到什么呀 八宫德水池里面出来入到法会的时候 其实就是念念接受阿弥陀佛的灌顶 那么当我们往生的时候 说这个因熟果满成就了以后 我觉得说往生成就了 其实相续的因果上恰恰就是我们一念念念念 全部的加持互念灌顶就在其中 虽然我们现在是一个凡夫 所能触感的 所能感知的 还没有那么的在因果上面全体明朗 但是我们自己的更新世界 觅随心转 全体在法界因果中 就随着我的念佛而整合变动 从世间转为初世间 从迷到悟 不离当处而任用往生 这其实也是文殊菩萨所讲不二法门的内涵 所以我们在了解每一尊菩萨 他的殊胜法门 他包括他名号的秘义 包括他所振的位赐 包括他位列法会的经典 里边全体是圆容无碍贯彻到底的 我们要善于了解法义 这是说文殊失利法王子 再看第二尊 阿异多菩萨 阿异多在翻译成汉语叫做无能胜 没有能超过他的 也就是汉地里常讲的弥勒菩萨 那么我们只要到庙里去礼拜 甚至稍微去跟佛门的这种造像 也把菩萨的介绍 稍微了解一下 没有不见过 不知道这个形象的 就是布袋和尚 现在一道天王天首当其冲 映入眼帘的就是弥勒菩 大肚子 那么我们在古代的时候 在古代的时候 现在浙江的奉化 他有过这么一次的视线形象 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毒能容 小康常开 在现在的浙江的奉化西口 当时有这么一个老和尚 走到哪里都跟别人要东西 要了就装在他随身的一个袋子里面 一辈子这么去行化 给众生众福田 到最后走的时候才说 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 是人自不识 才知道说原来他是弥勒菩萨事先 那么弥勒菩萨一般的形象是这样 但是真正他的暴声菩萨像的时候 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 文书菩萨是很端庄 带着天观 我们去雪豆色的天王殿去拜的时候 他就不是大肚子的形象 是天观弥勒 非常的端庄秀丽 像一般我们的东土的菩萨一样 这样的形象 弥勒菩萨之所以翻译为无能圣 又叫慈士 我们常叫的慈士 现在在什么 都率天的内院位居等绝 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下神道 我们这个世界八象成道成佛 为什么他又叫慈士 阿异多是他的名 这个慈士就是弥勒 是他的姓叫慈士 这个也是他身身世世 每一生每一生的修行特色所体现出来的 在过去的时候 他在母胎中就有了慈星了 所以叫做慈士 又有一生他在修行的过程中 遇到一尊佛叫做大慈如来 大慈如来 修行的也是慈士三妹 所以他当时就发愿说 将来我再成就头了 也希望像他这样的名号 所以这样他也后来正是慈士三妹 所以又叫慈士菩萨 又有过去是 有一世为婆罗门得到一切治的时候 与八千岁 八千岁一直修习慈星 就修习慈星三妹 不伤害一切众生 不去造沙业等等 这样的一种修行法门 特别是相关到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释迦牟尼佛当时给弥勒菩萨嘱托过 让他发心修习 常修慈定 发愿在刀兵节中 拥护纵生 所以这是他慈士的 修慈星三妹 就是修习忍辱 不起称星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甚深的音乐就是笑口常开 大度难容 这是来表这个法的 弥勒菩萨 那么大家众所周知 这位老人家 我们刚才讲到 在将来下身到我们这个世界成佛 我们就要想之所以列在这里 文书菩萨后面 就列了阿耶多菩萨来听这部佛事阿弥陀经 也有他的道理的 何以故呢 知道应该讲的说佛佛道童如如不动 那么这个弥勒菩萨之所以比释迦牟尼佛晚了 久接成佛 就是过去在修精净的时候 落了一步 释迦牟尼佛比他精净 看见一宗佛 左手脚迈起来 一只脚迈起来 就忘了下足了 盯着佛 整整七日七夜的这样进了赞叹佛的庄严妙相 由于这样的因缘 弥勒菩萨比他晚了 在我们现在算了 在五十六亿多年以后 在这里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在这里成佛 我们现在就要想 那么我们不是说升到佛前佛后吗 在释迦牟尼佛讲法呢 现在已经过去了 弥勒佛讲法呢 现在还没有来 那么我们现在就恰恰属于一个佛前佛后的时代 虽然尽管我们现在在释迦牟尼佛法里面学佛 将来在弥勒佛的龙华三会上 可以听法 可以得度 乃至能证果 但是呢 毕竟中还有这么一段的时间 循着这样的时间 我们现在种了佛法的种子 到弥勒佛成佛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这个 去信寿 去信解 去修行 乃至是一系列的相续的任用 在这个时间中呢 一点一点的去积累 最后在龙华术下的时候呢 成道 这是一种顺势任用的这个深深事实的积累 那么这里让弥勒菩萨来听说 这个模式其实还可以超越 为什么呢 在弥勒菩萨经里面说 以发愿者以生 经发愿者今生 当发愿者当生 就是说 从释迦摩尼灭到弥勒成佛的这个通土中 可以有一个超越 横超法 就是现在发愿 往生极乐 在那里就可以快速的 这个圣意的 在十万亿的佛土之外来成佛 恰恰也体现的是什么了 释迦摩尼佛的佛法已经讲完了 弥勒菩萨的佛法还没有讲 而阿弥陀佛现在 语经时节 现在西方正在说法 这是我们对弥勒菩萨威力其中 特别是 为什么让弥勒菩萨在这里 作为佛说阿弥陀经当经者 当经者 大家知道 在讲法华经的时候 当时佛放光 放光有语会众说 佛放光未说法华经 是怎么回事 说曾经有文殊菩萨 作为妙光菩萨 过去听佛讲法华经的 就见过他是如此的 这样的种放光方法 所以看到他这次又放光的时候 知道他必说什么 法华经 那么一次类推的话 弥勒菩萨在这里听这部阿弥陀经 说明在五十六一七千万年以后的 龙华法会上 一定会讲这部佛说阿弥陀经 既为诸佛共赞 那么就必为诸佛所说 所以这里让弥勒菩萨来听 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就是让他现在听进去将来要讲出来 在他的法会上一定会讲佛说阿弥陀经 而且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保留项目就是佛说阿弥陀经 不用怀疑 所以这里第二位菩萨就是什么呀 阿弥陀菩萨 接下来再看前陀合体菩萨 常经经菩萨 前陀合体的合体呢 汉语意味不休息菩萨 就是这位菩萨呢 旷节以来修行 蒙佛受祭 经历多时都不曾修行 经经 那么他跟这个常经经 特别是这个常经经菩萨呀 他可以为了一个纵生 经无量节的穷罪不舍 如果他不受他度化 他都不会生起一念的舍弃之行 就是说哎呀 这个纵是太难调难化了 我不理他了 连这么一念都不会生起 所谓诸位同修 你看不休息者 这个自渡 这个旷节修行不暂停 长期静者 自立自他从来不疲倦 这样的两个同修道友 在这里来同闻佛受阿弥陀经 大家想想为什么 特别是包括我们现在凡夫的心理 诸位我想也有 一些经验 心理过程 给大家讲佛法的时候 大家听得特别受用 说讲得太好了 今天终于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满足了我们讲法弘法的我慢 那就心理很相应 如果他听得不待继 又打哈欠 左过右盼的 坐在你身边 根本耳朵就这耳朵进那耳朵出 很可能你就讲得不舒服了 就今天会问说 我这讲法讲的有没有意义 或者说你给他讲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买账 说你这个瞎说 你已经被洗脑了 你看你现在种佛毒 佛毒 种得有多生 这个时候 你一下子心就很 可能就想跟他干一下 什么度他不度他 什么讲法不讲法 就先不想了 所以这两宗菩萨 他的殊胜之处 就是不舍 相续 你看特别是这个 常青庆菩萨 在祖师们赞叹他的时候 说我们一般弘法 为很多众生 这个不难 你看我出去讲法 只要今天的法会 这个做的人多 大家相应的比较猛烈 那么我就说 好 我要讲法 这不难 那么如果说为了一个众生 你今天还像这么多众生一起 也不难 为什么 可能你的菩提道也比较 悲心比较重 菩提心发的可能比较修的到位 可以 少时为一个众生 就是说我为一个众生 可能我不可能像那么多的人一样 今天为一个众生讲两个钟头 我给你讲二十分钟 这也不难 那么现在我们再往上讲说 无量节来 多节 为了化一个众生 可是这个众生 他可以很容易就比较化多 他老买你这样听你的话 这个也不难你这样发行 现在为的是什么 他既不受化 我还不舍弃 而且不是说不舍弃 一会儿 是什么 累劫以来去随行六道 从来不舍弃 那么他不受化 不是说今生不受化 那么我来生再给他种种子 下辈子不受化 下下辈子再说 我给他接了善缘 他忠用受化的时候 完全累劫以来就不受化 而且你还紧跟着他 而且生生世世跟着他 累劫以来跟着他 甚至都不发一念的舍弃之心 这才叫做长经敬菩萨 我们能不能做得到 从来不舍弃 就为了一个纵神 哪怕他从来不受化 他都不舍弃 这样的一种 潜托不休息菩萨 长经敬菩萨 这两位菩萨在一处 他们是相得益彰 相互辉映的 互为道友 就跟我们现在的同行善知识一样 为什么要念佛念得精进起来 你或我的法 我护你的法 相互做同修道友 所以这里我们也看 长经敬就是表示信愿 信愿 一信永不在意愿力发的猛气 常常不坏 一信从来再不起疑了 发愿了以后决定不改了 不休息 一句名号信念在心 无有间断 所以叫长经敬不休息 就是信愿性 那么总的来看 这四尊菩萨 以阿弥陀经的当机者 就是表法义 文书菩萨智慧第一 表他信受净土法门之下能够承担 弥勒菩萨 已经预计好将来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一定会带有愿力来宣讲这部佛说阿弥陀经 是表他的愿门 那么长经敬不休息 其实就是一心不乱的内涵 讲的就是一心不乱 所以你看 连这样的身为大士 大菩萨都要发愿 清净弥陀 往生极乐 何况我们现在末法的众生不敢小看净土一门 小看自己与菩萨本性上同样的这种潜力是在的 不要小看 有自信 那么一眼 回心向净土法 如是等诸大菩萨 你看 虽然这里明着列了只有四位 从文术师立法王子阿异陀菩萨 前头和体菩萨 常经经菩萨 但是不要忘了 后面还有一句如是等诸大菩萨 就是像这么四位菩萨 刚才所说的这四位菩萨 同等水平的还有 那我问一下诸位 如是等还有谁 还有谁呢 虽然这里是省略的 但是我们在文字上可以省略 在信心上就不要省略 为什么 还有谁呀 观音菩萨 这个大士智菩萨 普贤菩萨 地藏菩萨 所有的这些点得起名的大菩萨 全部在场 是净土法门的当机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菩萨将来都要什么呀 在他们的国土要宣讲佛说阿弥陀经 所以从这点来看 本身就在局内的净土 本身就在局内的净土常遂宗 一旦听了这个法 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 怎么样呀 可以速速的见佛 随时听法 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 速速得什么呀 菩提道也成就佛果 这样的大菩萨都知道这样的大利益 何况我们凡复众生 所以最后一句就讲到外户人天 即世纪环音等无量诸天大众句 就讲到什么呀 人天外户众 而且以世纪环音为代表 为什么这里代表 也跟我们讲的玉皇大帝 大家都知道 阿修罗就好跟世纪环音打仗 世纪环音翻译成汉语 叫做能天主 也就是三十三天 刀利天的天主 地藏经不是就是上升到刀利天 在魏母所说 之所以他为刀利天的天主 是过去 有一次在世界加设佛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发现修塔 那么他自己倡导修这座塔 而且他劝花了三十二个人共同来出资修这个塔 所以赶的后来的果报就成为刀利天主 大家知道刀利天不是有四面各有三十二天吗 这三十二个听他去建这座塔 做了这个功德的人 就成为四面三十二天的天主 那么整个又由他来统领 所以这也是因果不虚 在阿罕经里面讲到他过去是做人道的时候 是什么 可以行与顿师 堪能做主 什么叫做行与顿师 就是他这个人可以行动舍的不舍 就像我们现在一下子把家财 把舍宰 住的住宰 一下子全部舍出来 给你做道场 这样的一种不舍法门 将来赶的因果就是堪能做主 因为你发心的时候比别人猛烈 你所感的这个升天的殊胜的这个道场 这个天道呢 你就堪为什么呀 作为天主 因果一定是这样来 来来来来这个以成相待的 所以这里呢 以他为代表集 无量诸天大众句 那么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做无量诸天呢 刀利天只是在我们玉界六玉天里面的第二重天 下面天呢 叫四天王天 那么一直随着色界无色界往上走呢 一共有二十八重天 所有的天 包括这个隆纵 这个人非人等这些护法呢 全部就在这个集无量诸天大众句里面 还在进去 这个四禅八境 三界九地 所有的众生都在其中 为什么呀 净土一门 三根普避 你看 前面讲的 并诸 并从这个升文弟子开始 并诸菩萨是讲的 菩萨弟子和升文弟子 这是什么呀 大成小成根基 这一对而言 来听闻进土法门 那么 在讲前面的菩萨弟子和升文弟子属于圣人 现在开始讲到凡夫 这是什么呀 凡夫和圣者一对是进土法门的当机弟子 那么 这就说到什么呀 净土一门三根普避 从大和小 从凡到神 没有一个根基 可以落下的 三根普避 利盾全收 都在其中 我们来学到净土法门的时候 就要这样来学 我自己哪怕再有智慧 你也要知道 修净土法门 不会把你的智慧 把你所谓的善根福德因缘超群的 你自己以为是上根基的根基给驱裁了 为什么 连这样的等觉菩萨身为菩萨都要求生净土 不离见佛文法 你想想我们还敢去标新你也以为自己是上上根基 那么你也不要觉得说 我大字不是看不了经教 可能修不了 他也可以把你设在其中 你看无量诸天大众句里面肯定有不识字的 肯定有看不了经教的 全部在其中 现场来听说 不说阿弥陀佛 所以就不必自趋 也不要自大 总之 老老实实随顺佛语 身性切愿 念佛求生净土 这就是从这个序文里面的发起序里面 就是从这个啊 这个从这个 皆是这个诸大弟子 皆是大菩萨 乃至无量诸天大宗句 其中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座的你我他 我们也是无量诸天大宗句里面的一份子 所以你看 一部佛说阿弥陀经 射进整个是法界 我们来这样来学习 那么从讲到这里 我们上面讲到的三分钟的序封 以上而言 我们称之为通序 就是时间地点与会的人都给讲完了 下面就要开始讲别序了 就是读属于这部经的故事情节 要开始演绎 这部经的缘曲 渊源 所以又成为发起序 但是我们倒要知道这部经的殊胜之兔 就是它是无问自说的经典 你看 在所有的经典里面 比如说法华经 当时佛白豪放光 所以才起的这个一城之教 维摩接经 它也有缘起 它在这个批耶城里边 维摩接大师视线的有病了 文术菩萨去问及才演绎的不二法门 那么包括金刚经 元月君经 任何一部经典里面一定会有人去启问 最常见的就是诱饶三杂 顶礼佛作 二百佛言 为为什么 问了一个法义 然后请佛为我宣祥 神圣法义 只有这部佛术阿弥陀经 开始就直唱本怀 什么 儿时福告长老舍利佛 没有人问 为什么 再大的智慧 问不出来 想不到是万一佛土之外 有一个世界名叫极乐 那么从这点开始 这部经典就是与众不同 它是什么 无问而发起 旧事最应急 我们现在就跟叫的救护车是110 打110一样 旧事最急 末世众生 甚可度托 唯有释迦牟尼佛慈悲 单出什么 此他立法门 急救众生 唯愿不及 所以不请自说 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到 唯卓离朔 做什么 不请之有 后来听了这个 净土法门的 这个是弥勒菩萨 还是哪位 菩萨来讲 说 哎呀 气泪悲脸 给佛说说 我蒙佛度托 为什么有这个今生今世 听净土法门的利益 什么 全品过去 佛过去是什么 为我修行 艰苦所至 蒙佛度托 艰苦所至 所以我们要买这个面子 为什么 无问自说的法门 大家想想 好比说我们现在患了病了 命在呼吸 那么这个时候 突然有一个很好的药方子 给你的话 你还会去 哎呀 说 研究一下这个药 到底是什么功用 我能不能吃 怎么用医生开的 对不对 还有时间去考虑这些 赶紧吃这个方子 这就是说 这个方子入口即火 所以你有人心的话 马上给你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的仁慈性 已经是究竟圆满了 那么我们也要知道 既然他马上给我 我们赶紧去把这个药 派了 熬了 赶紧来喝 这才是佛的正义 就是救的末法 这个 这个危难纵生 我们现在都属于危难纵生 足够同修 你看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参与过急诊室的同修 我们一般去看个病 去医院里看病 肯定要先什么呀 说医生您好 坐下来细说一番 然后再说开药番 抓点药 怎么样去 按照这个程序回去 怎么去吃 可是这是什么呀 常规的门诊 如果你去急诊室的话 是不容分说的 你一去急诊的话 你赶紧先上单架 然后所有急救室的护士们都是跑不起来的 不容分说 先打点滴 输能量 做呼吸 打强行针 给你惦记 哪里还给你分析病情 或者怎么样 一看一目了然 就知道你是怎么样了 那么 所以从这点来讲 虽然我说的好像很悬 打着说 我们难道都进了急诊室了吗 可是各位同学 我们实至末法 我们这辈子生的如此短暂的人 到了八十年到一百年的生命过程 而且人命在呼吸之间 每一位都是急诊病房里面的人 罪应净土无问自说法的基 大家想过没有 修行如逃命 逃命 你逃不出三界 你有善根 你具足福德 你有殊胜姻缘 你逃不出去 一翻入轮回里边 你走了 遥遥明明 不知道何时相见 盲规撞小木的情形 什么时候才能见 德个人生都如此难 何况再遇佛法 听闻正法 再肃立正知正见 再能够一信起行 旷解轮回 投出投没 所以从这点来讲 这部经典三根普避 圆容绝代的不可思议 什么样 就是让九法界纵生的真正归处 从凡道圣 乃至等觉身为菩萨 我们来这样 所以要知道 完全是赖世总 用这个无缘词 做不请之师 开口 直言相告 广度的来赞叹 净土法门的殊胜因缘 所以我们这里开始看 往下看这部经典里面最重要的地狱级经文 尔时佛告长老舍利佛 从事西方 故十万亿佛徒 有世界名曰极乐 祈徒有佛 好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你看 跟诸位讲 这一句话 是我们这部经典里面的第一句核心经典句子 一定要学通 学透 要信 他讲的就是信心 为什么 你看这里 从事西方故事 万佛徒 有世界 名曰极乐 祈徒 有佛 好阿弥陀 这就是我们说净土法门又叫二游法门 一代教法里边三藏神二部教典 无非就两句话 头一句叫凡所为相皆是虚妄 第二句就是这一句话 就这两句话涵盖了整个释迦摩尼佛的一代教法 什么叫尔时 就是当尔之时 如是诸大弟子 并诸菩萨莫哈萨其无量大宗诸天 这恰恰聚在一块了 共同诵了该听佛说阿弥陀经的音 音缘成熟了 释迦摩尼佛一关在方等会上该讲这部经典的时候 尽管如此 每一个人可以问 只好直言对尔时福告长老师立佛 所以这句话我们来花一点时间要学习 不要看讲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大家一听耳根一听一目了然 说原来从事西方故事万一佛图有世界明月极乐 可是一定要相信从事西方故事万一佛图有世界明月极乐 这个情形是我释迦摩尼佛我的青岛师当时在菩提树下震道以后 以佛心悟到什么 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以佛眼看到西方十万一佛图以外的真实情形 所以我们要信 就信什么 信愿行三次两体现在佛说阿弥陀经里面 首当其冲 信的就是这一句话 从事西方故事万一佛图有世界明月极乐 这个情形是我释迦摩尼佛亲知亲见亲口所说的 这一声说出来真的是法界都是 为什么说雨天曼陀罗华 为什么六宗震动 为什么说整个都是件跨时代的事情 在整个法界来讲 所以我们要具足信心 欧益大师说过 没有生性不能欺怯 没有怯怯不能欺迟名妙行 所以我们念佛反过来就是证我们相信 西方有佛图名极乐 企图有佛号阿弥陀 来证明我就相信 所以我们来仔细讲讲这个性 性这一字贯穿这个事件和初事件法 诸位我们同学都知道说 这个事件法都重性 不要说佛法了 事件法我们在讲到的时候说 做人要有诚信 现在的人很少有诚信 最缺的就是诚信 做生意的性欲第一 那么包括我们鼓励一个人的时候说 你要有自信 包括我来讲经说法 为什么要自信 佛给我信心 我自己相信从事西方故事 万一佛图一定有世界明月极乐 一定有佛已经在这说法 所以说这就是自信 也离不开一个信心 那么佛法里面就更重性了 佛为道 这个信为道远功德母 长养一切诸善根 又说佛法大海 信为能入 你看这个菩萨修行的位次 也是从实信为开始起 可见一个信字 在佛法里面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所以我们在讲到信心的时候 往往用说什么 就像一个牛皮一样 我们用牛皮 你想做到皮加克皮鞋 你一定要把牛皮什么 先给它做软了 才能够做成衣服和鞋子 那么信心也是我们要学佛 首先要建立信心 就像牛皮鞋软一样 有这样的一种功德和策法的作用 又像什么 我们入宝山里面 如果宝山里面你没有这个手 所眼前见的一切宝败 你一切都拿不走 而对于佛法的信心 就等于说我们入宝山里面有一个手 可以随意的拿 这样的来理解我们的信心 所以说在讲到净土一门的时候 特别注重信 你看历代的祖师大德都说 廉师大德说 往生净土要须有信 千姓则千生 万姓则万生 这个偶一大师 得生于佛 全凭信愿之有物 信怕头一阵的 可是当我们听到这句说 从事西方故事万遇佛图 有世界名为极乐的时候 真实情况是什么 的确很难相信 非常难信 太难信了 跟现实情况差得太远了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认识水平的狭烈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娑婆世界 作为一个凡夫 那么我们的情爱的执着坚固 见闻又特别有限 总与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这种第六意识的分别思维的局限 来去截了佛法 就好像井底的一个青蛙一样 只能认识井口的那一块天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常态 所以你一下子说出与我们这个世界差别巨大的 这样的都无法用语言来说明的一种差别 就让人显得非常难以相信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的种种逼迫 苦乐参半 而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 我们这个世界都是父亲母血胎生 而鼻涂是莲花化身 我们这个世界寿命不够百岁 而那个世界光寿无量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你需要辛勤劳苦才能够解决温饱 鼻涂什么呀 衣服饮食宫殿全部是硬念极致的呀 这是多殊胜那种情形 太难相信了 所以说这样巨大的差别使得极乐世界在我们看来的确是这么的子虚乌有和凭空之糟 我们首先说不相信或者说男性非常正常 正确的 在我们的情况来讲 稀松平常太难性了 第二个我们老是用这种焦慢怀疑的这种烦恼 特别是娑婆世界的这种纵生 他的无名这种烦恼特别坚厚 木空一切 就算幸福 那么一听有这种塌力救度法门的话 觉得说清漫进度法不可能的 你自己不去修 你自己不去怎么样 不去经过多长时间的必须怎么样六断 就凭凭去佛号往生极乐世界就能成佛 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甚至有的一些人或稍微欢喜的生起一些信心 过段时间以后又越想越渺茫 觉得还是恐怕不可以 难性 特别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又用什么 一种怀疑的眼光 所谓科学的态度 逻辑思辨来审视来求证佛法 特别是净土法门 那么你念佛 行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情形 他又需要你作为经验来证明作为财性的依据 我们现在在科学上不是说一定要用经验证明作为信心的依托 就是说这个事情现见了或者我经历了看到了我才相信他 当然这种质疑听起来好像什么呀很有道理 可是如果什么呀实际上去推测一下的话就十分可笑 何况我们这种净土法门 他本来就不可思议难解难信的法门 只是特色在于什么 异行道 那么我们去求证 去这样的去推敲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自不量力 怎么这么说呢 其实凡夫来讲作为科学经验证明 这个理论本身就十分可笑 大家想想我们每天生活的环境 我们的这个世界好像是作为一种经验证明 看得立地在目 其实一切都是全凭信心才得以建立起来 得以圆满维持的 我们这里往下讲 我们就可以知道 也有好多时候碰见一些 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弘法 也有大学里面的一些同学 他还是有善根的 他喜欢我们要力跑 可是他还是有业障的 为什么 他对这个信心怎么样都随顺着建立不起来 他说你见到观音菩萨了 你见到阿弥陀佛 你有摄像吗 你有碟片给我放的 看一看 你有照片拿出来 我看一眼 我就信 我说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极乐世界 不是不可以给我们看 而是我们自己现在没本事看 在生物界里边 有的招生就目死 有的冲天生秋天就死 你给冲天生秋天死的生物或者虫子 讲冬天 有一种冬天的情形是白血矮矮的 他能够相信吗 反观一下 诸位同学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冲天死 冲天生秋天死的虫子 不与极乐世界白血矮矮的情形 信守不起来 没见过 没经过 可是你能否定冲天北国风光的这种千里缤纷万里雪飘的美景的存在吗 它是的确存在的 所以从这点来讲 我们以后理解法门 理解佛法 包括我们说 有时候说不可思议 甚深乏意 它绝不是一种堂塞或者没办法解了 而是我们第六意识有限的思维 妄想的援引心习惯的常态 没办法够得着 所以不可思议就的的确确用我们现在的思维能力 不可思不可以 的的确确是真实情形 佛法是可以解释的 一切的感应奇迹等等极乐世界的情形可以解释 可以呈现 但是我们现在够不着 所以只能用真性切愿来进行沟通对接 这是我们首当其冲 对于这句经文是万里万里的佛徒的一个正确的表态 你如果说一定要现见就作为采性的依据 听起来我们可以说有 让我看见我才相信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逻辑 各位同学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知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来做一个口头实验 在世界上做一个口头实验 来仔细的反思一下 我们的这个世界原来本身也是盲目的用信心 似乎我们认知是盲目的用信心来建立的 比如说当时我跟他在说到这个 他说要现见的 我没见过我怎么信呢 我就反问一句 我说你也不要随着法师讲的话不成体统 我说世界每一个人来反思一下 谁见过自己的父亲生自己 每一个人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父亲生自己 没有见过 你凭什么说他是我们的父亲 你凭什么 你天天回家喊着爸爸 这个社会亲子关系 你凭什么给我证明 你没有见你怎么证明他是你的父亲 我们有时候像做实验 像演电视一样 在社会上说某一天打个比方 说不激励一点 你可能出个车祸 突然间医院里面说要输血 这个时候你爸爸赶紧把胳膊拿出来说 他是我儿子 我来输血 我给他可以输 结果医生一咽血 发现你们俩的血腥不吻合 你爸不能给你输血 说他是你的亲生儿子吗 这个时候很可能被我们躺在病床上 你听到了心里就泛低谷 原来我不是亲生的 我是不是抱养的 我是过气过来的 这个事情过去回家里以后 在没有出这个事情之前 你喊一声爸爸 非常的纵粹天然 不加思索 这个家庭关系始终是天意无分的 可是这个是一出 可能你还为了报答十几二三十年的养育之恩 还刻意的喊他爸爸 可是心里开始别扭 怎么样 犯低谷了 原来他不是我的亲爹 在这种矛盾心情促使下 开始家里开始什么 大家都尴尬 都别扭 甚至开始争论 开始出现了一些裂痕 那么有一天受不了了 只好父子两个去什么 做亲子鉴定 那么一张医院的鉴定书出来说 没错 生物学上支撑 他就是你亲生父亲 DNA是完全吻合的 而且父子俩可能血型就是不一样的 就这么一张指几个汉字 被你听进了以后 马上什么 原来他还是我的亲生父亲 过去所有的代沟一律 马上就是什么 兵士无痕 无影无踪 大家想想 就这个事件 就像一个电视剧一样 始终 他的人物的根本性质有改变 人物的关系有改变 唯一改变的 就是什么 这儿子一个性和疑的思绪 在他的心理过程中 不断的穿插转化 导致他的世界 就是进行天翻地覆的 这种感知 所以你看 一切现前果报 当来果报 现前境界 全部是什么 凭信心得以成就的 大家有没有反思过 现实社会中 一个信心作用就如此的争切和决定性 何况我们修行什么 真正的解脱了生死的佛法 唯有凭信得度 所以在这部经典弥陀经里面 也讲到说 释迦牟尼佛有两难 一个在此武作恶事 成佛难 二一个讲了这么一个 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 一语就到处我们的性命 什么样 净土法门 太难行 听到这句 从事西方故十万亿佛徒 有世界名为极乐的时候 太难行 极难行之法 所以我们每一位有善根 能信受净土法门的人 一定要把信心要修圆满 修好 修正确 作为入净土法门的第一道玄关 就是什么呀 信心 净土法门 不但说刚才讲到世间法纵视性 佛法纵视性 大乘佛法纵视性 而净土法门 尤为纵视性 因为它太难行 佛的果地所证的爵位 直接拿过来 让你现前受用 直下承担 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的什么呀 利利索索的 所以这里才只有说 舍利佛这样的大智慧 阿南都没有提问 舍利佛都问不出来 文殊师利菩萨 法王子才可以承担的法门 在场来听 来做证 来带着大家一起来 信佛所说 你看文殊菩萨舍利佛 那就跟自己在法王子 舍利佛是租长老的上手 那就说明什么 当时他们是带着这么多的无量租天大宗具 这么多的菩萨来信受净土法门的 需要有人引领 为什么 他们都问出来 佛亲自无问自说出来 这样的来信受 所以说信心是净土法门的第一句什么呀 第一个玄关 因为它太超情利剑 十万余佛土之外 有世界明云极乐 我们想象不到 信受不来 学这句经典 虽然一句话应不了然 但是我们诸位一定要知道 要在这男性上面建立确信 无量寿经里面说到净土极乐世界什么 一往而无人 就是容易去而没有人 为什么呀 就是信心太难建立 所以历代的祖师 祖祖出世 都是什么呀 来讲信 来劝信 来正信 来表信 你像慧远大师 乃至当上的刘一鸣 等等这些 都是来什么 来劝信 最后走的时候 也是激发我们的信心 所以学习这句 二十 佛告长老舍利佛 从事西方故事万亿佛图 有世界明月极乐 祈祷有佛 好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二有法门 大家要相信 这是第一句最要命的话 这部经里面 所以说 对于这句话的讲解 那么时间关系 我们下一节来讲的时候 还要有更深一步 对信心的阐述 这节课就到这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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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